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靠自己成为身家五亿的豪门富一代 港姐新传奇 邝美云 邝美云出生于1962年的香港旺角 家境贫寒 父亲是麻将馆会计 母亲身患血癌 急功近利的父亲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 把家里的房子全部抵押 开始了炒股 但是钱并不会生钱 靠着炒股赚钱也只是黄粮一梦 所以一家人在父亲炒股失败后 变得一无所有 于是一家人搬到了一个很小的房子 小到什么程度呢 一家人睡觉连翻身都难 父亲争吵也不断升级 这让邝美云对金钱的渴望 达到了顶点 获悉福所医 谁知这些受过的苦 日后都会成为邝美云生财的精神沃土 1976年 邝母撒手人寰 14岁的邝美云不得不早早辍学 自己跑去广告公司 应征当了一名同模 光阴流转 邝美云长袖善武的本领日益凸显 他转而干起了广告业务 命运很是垂怜他 在岁月的不断犀利中 将他的脸修饰得愈发美丽动人 才貌兼备的鲜嫩少女 刚刚绽放 就得到一位富家公子哥的青睐 香港富商秋德根之子秋达成 在一次业务洽谈中 因原机会欣赏到邝美云的风采 二话不说 立马开出三倍高薪 把邝美云挖到旗下的远东集团 邝美云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跳槽 完全没有料到后来的命运轨道 会因秋达成而改变 1982年 19岁的邝美云 在远东集团担任公关经理 秋达成见他财貌过人 才劝他参加港姐选美 并至今请人提前给他开课 毫无悬念 选美台上的邝美云 仪态大方 巧舌如簧 很快成为夺冠大热门 虽然最后屈居亚军 但他那一番冲凉发言 早已勾到台下那些富豪们 蠢蠢欲动 比赛刚结束 赌王何鸿生在台下拦住邝美云 拉起他的手笑咪咪地说 我们评委都给你打了最高分 不知为何只拿了亚军 而那个一直在台下盯着邝美云 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去的男人 正是此次港姐竞赛赞助商 香港珠宝大亨 郑玉彤的次子郑嘉诚 他比邝美云整整大十岁 此时刚离婚 儿子郑志恒 后来成为珠宝集团周大夫老板 被送去和爷爷郑玉彤同住 无牵无挂的他 早把爱情的火苗 瞄准了少不更事的邝美云 而邝美云也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傻 他知道郑嘉诚虽然不比霍正廷 但也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富豪家族 一句话值得托付 当年选港姐是由周大夫珠宝赞助的 领奖当晚童书派人送我回家 之后他郑嘉诚尝试用很多方法约我 我却不知他还是太天真了 这个郑嘉诚不仅附了他 别有锁链 还把他抛在半路 让他又不停地经历了一个 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五个六个 最终竟然有七个富豪依次前来 成为富豪收割机还言之过早 但TVB的橄榄枝却货真价实 同期先是被叫去主持香港早晨 并参演电视节目《湘江岁月》 人生从此大不同 1983年 19岁的张曼玉被当选为港姐亚军 21岁的邝美云卸任 上台表演歌舞被同时立在声线不错 邝美云有了信心 下台后马上败事学艺 等到了第二年张曼玉卸任后 邝美云就被公司安排给张曼玉幕后代唱 他方展歌喉 就吸引了34岁的歌坛红心关正杰 随后 在公司的大力追捧下 短短两年 24岁的邝美云就在歌坛占有了一席之地 他追逐梅艳芳远超林一连 星途一片璀璨 事业翩翩起舞之际 邝美云恋爱也谈得风生水起 他与郑家成的恋情 得到了正式家族允诺 并择好日子 等待注册 偏偏这个时候意外比幸福先至 另一位角色美人的强势介入 使得这段即将修成正果的恋情 恒生枝节 1987年 24岁的蓝杰英 收获了很多富商的芳心 寄予蓝杰英美色的男人数不胜数 此时正与邝美云爱得轰轰烈烈的郑家成 也在其中 香港媒体捕风捉影的本领 可以说是鬼斧身工了 就在郑家成 以为自己左拥右抱天衣无缝时 在与邝美云注册结婚前夕 一张郑家成与蓝杰英优惠的照片 赫然登上了某周刊封面 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邝美云 哪里忍得了这种事情 他一怒之下 就宣布了与郑家成分手 成云恋戛然而止 但邝美云与郑家成之父 郑玉彤的情谊还连着丝 两人以妇女相称 兜兜转转多年后 这份情谊还搞出了大事件 郑家成对蓝杰英的热情 仅仅维持了两个月就骤降了 但等他回头时 发现曾经的旧爱已经有了新欢 地产富商刘思氏之子刘坤明 此时的邝美云 在做地产生意的男友刘坤明调教下 果断把手上的储蓄拿来买楼 那是香港楼甲非常便宜 还可以九成按揭 邝美云小事牛刀获利后 盛传他最疯狂的时候 投资了十套房产 月供上百万 不得不四处演唱挣钱 这样时间不长 邝美云的感情生涯忽然又遭变故 1990年 邝美云与刘坤明的三年恋情 画上句号 爱的人走了 炒楼的技术却留下了 28岁的邝美云 于是成为圈中炒房转家 连刘德华都捧着现金上门 一语分杯羹 同年 31岁的邝美云荣登央视春晚 与同期的王妃 梅艳芳 叶倩文 林一连齐名 而另一边的吕梁伟 则刚从周海妹的婚姻围城中 爬了出来 通过出演颇豪 上海皇帝等黑帮人物传记篇 成为硬汉代言人 两颗原本横迹天际的星星 被对方的光芒吸引 终于越走越近 1996年 张学友和罗美威 在英国伦敦注册结婚 之后登报官宣 34岁的邝美云 则在一次聚会中 再与40岁的吕梁伟 早年埋下的情愫开始发酵 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后来 邝美云生病 吕梁伟变身暖男 一举护放心 把好朋友变成了女朋友 在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 韦云恋爱得炮火连天 如焦死期 然而两个人摩擦久了 难免会有矛盾 吵来吵去 邝美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相恋两个月后 邝美云趁不吵架时 对吕梁伟说 要不我们结婚吧 也许结婚后 一切就不一样了 吕梁伟那时心里 还在想别的人别的事 也没怎么考虑 随口就嗡了一声 没想到 邝美云立刻就通过媒体 开始筹备婚礼 等吕梁伟回过神来 开始后悔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 骑虎南下的吕梁伟 只能在众人的拥促下 与邝美云配合默契地 一起演完了这场婚礼秀 如此高调 一失足就摔成了无数段 两人闪婚后 的确不一样了 因为争吵升级了 仅仅三个多月 吕梁伟就提出了离婚 吵得心烦意乱的邝美云 无心打理手中房产 干脆全抛 也正是这个当机立断的举措 让邝美云幸运躲过了 九七金融风暴 还大赚了一笔 而与他共争的吕梁伟 却陷入经济困境 几经破产 离婚后的邝美云哭了三天 然后放出狠话 与吕梁伟永不复合 而后 邝美云淡出歌坛 华丽转身 开始在美容和珠宝方面 投入心力 与早年埋下秦耿的赌房 和曾经的准公公 郑玉彤 欲行欲尽 2000年 38岁的邝美云盘活各种资源 在与周大夫进水楼台 成为珠宝鉴定专家后 赤资5000万 于远东金融中心 开设个人珠宝店 而道贺人群中 以赌王和郑玉彤的身影 最为强劲 当同期的女星们 还在酒会和红毯上斗艳时 邝美云则穿梭在商界大佬身边 谈笑风生 随着生意版图的扩大 他与大佬们的桃色风言 也开始传遍街头巷尾 坊间曾一度盛传 邝美云是赌王的五一泰 而他和郑玉彤的关系 也非常不一般 当留言漫天飞舞时 邝美云承认生意上 有依靠郑玉彤的帮衬 但否认有其他关系 更是否认与赌王的桃色传言 称自己没资格做赌王五一泰 不管是什么情 总之 从前任们身上学到的知识 加上大佬们的情意加持 头脑灵光的邝美云 在珠宝 炒房和股票投资上 都大获成功 以五一家产成为 香港草楼女明星第一人 围在他身边送秋波的男人 简直不能太多 想要感情史留白 是不可能的 时间一长 一些劲爆的八卦料 被传得沸沸扬扬 先是盛传被富商 何永安包养多年 要知道这个何永安 也与赌王关系亲密 如果传闻是真 那肥水果真是不留万人田 另外 绯闻缠身的台湾富商郭台铭 在与刘嘉玲深夜买醉 传出绯闻后 也曾被报搭上邝美云 还传出两位美女为他大斗艳发 桃色新闻频繁见报 邝美云全都否认 而与郭台铭的绯闻 烟起息骨后 邝美云游走于商界 热衷于慈善 尤其在结束与富豪 林达明的感情后 已经53岁的邝美云 虽把精力放在爱犬 Cash身上 甚至称他就是自己的另一半 他供Cash住LV狗窝 吃上好的法国鹅干 想用巨额保险 洗个澡都要好几千块 一天的花费 是平常人一个月的生活费 而邝美云每次出席公众场合 身上带着的珠宝 也都堪比一栋豪宅 他一方面珠光宝器 穿梭于名利场 一方面又笃信佛教 热衷于慈善事业 积极在内地捐建学校 截止2019年6月 57岁的邝美云 已在内地捐建了57所学校 其中包括47所小学 7所中学 两所农工学校 以及一所青少年中心 花费高达几千万元 或许自古红颜多博命 他有言有才 就是缺少了一些感情运 虽然这辈子无儿无女 但他却用自己的力量 至少帮助20万宿美平生的孩子 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比之近豪门里 明争暗斗要来的更痛快潇洒些 因为这样的光辉 比唱过多少流行歌 得过多少大奖 都更令人尊敬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下期珍费这个也词 我下期珍费的 我下期珍费这个也词